小米月花花 好吃去奶兒 今天再繼續和大家吃吃聖誕餐 今天我們來這間餐廳 比南屋的歷史更加悠久 它是在1808年由一位英國爵士 來濱城館客時的府邸 它這間叫做Makallis Mansion 你有沒有看到它這麼新正 原來在2010年 是一對本地的夫婦收購了 再翻身變成現在這間Makallis Mansion 今天我們去它的法國餐廳吃飯 主要是吃Modern法國菜 它的名字叫做Blanc 即是白色的意思 所以裡面的裝修都是簡潔 藍白為主 會有一種法式的溫馨感覺 但也不失一種Modern的風格 所以我也蠻喜歡這些裝修的風格 有時太過富麗堂皇 其實吃飯的時候就會覺得有點壓力 反而好像一間很有品味的屋裡吃飯 反而氣氛來得更加輕鬆和開心 這個就是我們今晚要吃東西的菜單 因為是聖誕餐所以不能選擇 都很期待 首先當然要看看有什麼酒 實在太多了 因為真的免得煩 這裡也有酒配合 有五款酒都是125元 所以證明的我 當然是選擇它的酒配合 又可以試多點東西 又不用煩了 吃個包 看看這包是怎樣的 首先我先擲手 我一個衛生的人 啊啊啊啊 我想說我們未吃便 我想說 首先說一下 真的很可愛 雖然你不要令人多大支 或者它有多多 或者你知酒貴不貴 但你有這樣的聖誕禮物 就是你家裡每人一支 你會覺得很窩心 好了 它有兩個麵包 一個是酸種麵包 一個是普通白麵包 然後這個就是香草牛肉 我先試一下酸種 它是微微暖的 這顆小色 對 他們是兩隻顏色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最好的 這個麵包很口實 我喜歡 它就算這個白麵包也好 你看 是脆的 這個就是蕃茄乾 它的蕃茄乾牛油 很好吃 它的香草 因為它的蕃茄乾的味道 是 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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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蕃茄乾的味道 很特別 你才吃不到 也不是 它有時候蕃茄乾做得不好 有一點腥味 它這個就沒有 我想可能它的蕃茄乾比較漂亮 所以它做得很好 很美味 不是呀 吃飯之前要做運動 現在是頭盤 首先吃了這個 它說上面是芥末 很脆的 你用手吃吧 那支是什麼 生藥 生藥掉了 我可以下街 都要石堆 人家燈 就是這樣 那支 本來我是不喜歡吃生藥 因為它有一股生藥的 但是呢 它上面還有一點芥末 脆脆 它又酸酸的 其實很好吃 這個應該用手吃吧 其實它是一個鍋巴 嘴巴很大 它說它裡面有一個蝦粒 就感覺不到 但是呢 它的鍋巴真的做得薄和脆 好吃 給你們三個 那你覺得是不是一口吃完就好一點呢 當然啦 它這麼脆 你看它 嗯 它很有趣 它下面的Paramason那個脆脆 是甜的 很好吃 好吃 它是一點點入口甜 然後你吃吃一下 脆一脆之外 你咬下去呢 就有Paramason的那種鹹香 好甜啊 鮮蝦蝦 它是說這些 鮮花蝦 它是Sakura 它是Sakura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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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綠色的那些是香草油 那些黃色的呢 就是 Sakura 是一種蛋白打出來的泡 它是新鮮的三文魚還是什麼 它是Trou 它是野生捕鑊的鑽魚 哦鑽魚 紅鑽魚 沒有錯了 因為呢 你沒試過鑑三文魚可以這樣 你看看 它一塊塊 哦 對 它是朋友來的 那麼 它那個 它有那個魚子 還有它那個剛才的Sakura 就是用 麵糞做的 哦 它又不腥 它有些薑也挺好吃 對 還有薑也有薑 兩個是一樣的 是啊 是朋友來的 Good 不吃魚的人都說好 對 那些都不想 有時候三文魚都有一種味道 對 對 它是野生捕鑽魚 那是出魚子醬的魚 這個呢 就是叢龍加蛋 說真的 這個價錢是聖誕餐 嗯 有新鮮叢龍 我們來吃一下 這個醬 很香 它上面呢 脆薄薄的豬皮 是完全感覺不到豬皮 是很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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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一個龍蝦咖喱海龍黃湯 還有一個鵝肝和前甜品 再加多一個甜品 主菜呢 主菜就是龍蝦咖喱海龍黃湯 那肯定不飽啊 不是啊 海龍黃湯是一個主菜來的 它不是找你拔的 我知道不是 海龍笔 但是喝湯不飽 但是人家的湯是一個主菜的湯 是龍蝦咖喱海龍黃湯 那跟鵝肝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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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肝 好像龍蝦所見 還有羽肝和鵝肝和鵝肝 那個尺寸袧是多大隻 這個尺寸的就是剛才吃到棵肉 是,但我以為那個會是抹魚 正常在龍蝦是有一隻龍蝦有帶子 有牧魚和蝦就是很多幹 SUBSCRIBE 但它龍開始覺得很好吃 那你要折還是要涼呢? 這個才是人家的主菜 這個呢是一種鬼路的東西 這個才是主菜 這個才是主菜 很美味 但黃色很美味 Buyabas Buyabas 沒有吹水的 但它的汁真的很好喝 它的汁真的很好吃 不過呢 鵝肝就沒有吹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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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我不喜歡它的汁 這個就沒有說我很不喜歡 但我也不會很喜歡 這間餐廳 皮是做得較為香醋 都是好吃的 要份量再多一倍 雖然我都沒有很喜歡吃甜品 不過我比小米喜歡吃甜品更多 它都是雪梨 很薄的雪梨 但是呢 你人口是有香檳的味道 不錯不錯 不錯 它中間是雪糕 Honey雪糕 這個薄膜呢 薄膜也是香檳薄膜 酸酸甜甜 酸甜甜 好吃 香檳薄膜 香檳薄膜 這個就是 杏仁雪糕 杏仁 杏仁 杏仁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很棒 它先筆了 再雪糕 那它筆出來就不能動 嗯 哈哈 你為什麼說杏仁 這個杏仁 是最喜歡吃的雪糕啊 還有後人的雪糕啊 你很喜歡吃後人的 這個什麼 是酸的 哈哈 蘋果用雪糕 我可能聽錯了 不知道你說什麼 什麼小蛋蛋那個 不知道你說什麼 就是發誓的誓 信西蛋蛋 啊 對了對了 很酸啊 我以為有這個味道 喂 喂 你怎麼 有些問題啊 那我拿到 來吧 其實呢 愛國人的聖誕節呢 是 傳統的甜品是 Apple Pie 其實 或者是 Apple Stoodle 所以呢 它 用這個蘋果去做一個甜品 是很應接的 很甜 很甜 即是不好 因為它的雪糕 蘋果雪糕是酸的 會不會混在一起就很好吃呢 可能要 要兩種 但那種是吃了蘋果肉的 對 它其實像什麼呢 像蘋果mousse Apple Mousse Apple Mousse Apple Mousse Apple Puree 他們應該叫做 不是叫Apple Mousse 但是沒有說很精彩的 頭包 哇 哇 它看起來不錯 謝謝 所以 我們做它這樣 你可以選擇 這裡 然後 濃白巧克力 還有黑巧克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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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你不要理它好不好吃 但是你這個表演已經贏了氣氛 至少我要求兩條給我 我覺得這裡真的 這一刻不要理它好不好吃 不過也行 吃到這裡 當然不是給你們看一本書 就趕快看看單吧 兩個人加上聖誕餐 加了一瓶水 和一款 wine pairing 960 9元 平均500元 是這個氣氛 其實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又多小米與花花評分 食物質素 其實我們對它的烹調方式 和食物的原材料 是非常滿意的 可惜我們兩個實在太大吃 吃不飽 扣了兩分 而且它的甜品 是沒有什麼令到我們 很想再回來吃它的甜品 因為法國菜 其實甜品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又扣了1分 所以只剩7分 而環境我們就非常滿意 有9分 服務也非常周到 每上一道菜之前 每位員工都很清晰地解釋到 究竟這一碟是什麼 而他們也有一個試酒師 也非常好客 旁邊那台 找他聊天 聊了很久 他也很努力 很熱誠地去招呼他 所以我覺得他的服務是非常好 而性價比 我們也是給到7分 雖然他服務各方面 食物質素都很好 但如果以這個價錢 還吃得不飽的話 確實又扣了很多分 而回頭到我們給到7分 如果你不太大吃 又想有些氣氛吃飯 其實這個價錢 去吃這間餐廳 我覺得是OK的 但如果聖誕餐 我就不回來了 今天又吃到這裏 有東西想吃 又怕受傷害 快點留言給我們 讓我們幫你嘗嘗 最後 comment、like、share 和訂閱我們